很多人都会问说自媒体成功靠的是什么呢 其实不管我们看到的是娱乐版的自媒体人 还是价值版的自媒体人 最跟他们成功的原因 都是因为才华心态和坚持 娱乐版的也是这样的 你见到很多很多娱乐版的自明星人吧 他们身上也有很多很多的才华 其实死皮赖脸的那种老铁666也是一种才华 我们可以通称为什么呢 俗才吧 当然有才的人很多唱歌跳舞都是才华 还有他们的心态 他们面对了粉丝的一种心态 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你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坚持 那么作为一个价值自媒体人 更需要什么呢 才华心态和坚持 以我为例啊 很多人说说我做短视频就不给推荐 我的推荐量才不到8000 我想问问你啊 你的心应该放平一些 我前200条的短视频的推荐量 没有超过800的 也就是说播放量的话呢 才十几个二十几个 不也熬出来了吗 到今天我有20万的粉丝 所以呢 你的才华加上你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保障 最后呢就是坚持苦逼熬出来 任何一个人想成功上位 要么呢你背后有一点吹的疯的能力啊 比如说某些团队的能力啊 或者说系统的能力 或者说刷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一个光环 没有一个自带光环 没有一个自带背景和关系的 你只能靠熬熬制 像我就是熬制出来的 我们来再说一说这三点啊 才华心态和坚持熬制 才华 你一定要专注一个领域当中 把你这个领域当中的优势 每一个价值点 全部淋淋尽致的展现出来 我就专注于财经领域当中的创业 创业当中的脱口秀 在这个创业脱口秀这个领域当中 我认为在这个平台上 我是不服任何人的 不能说无人可及吧 因为我瞬间就能够脱口秀 现在我讲的都没有任何稿 就是一分钟 四分钟就是这样拖出来的 那第二个是什么 是心态 你的心态决定了你能否成功 如果你抱着心态 我就赚钱的心态 你一定不会成功 给自己一点点什么呢 长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今天我就想赚钱 你一定会失败 一周一个月想赚钱 你还会失败 能不能说说我2018年3月份 我开始做今日头条 那我能不能到2019年 这一年的时间 我甭想钱的事情 创业也是这样 说你创业一年之内 你就想到赚钱的事情 你一定会失败 做自媒体更是如此 所以这个心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要嫌就有名和力 功利性特别特别的强 第二点的话 就面临了打击 你一定要自信 别人打击你是正常的 因为他不能够成功 他不愿意别人成功 所以呢 就会有很多很多人打击你 我当我10万人的时候的话 打击我的很少 当我20万人的时候 打击慢慢的变多了 因为他在想凭什么你呢 最后呢 就是坚持 万事呢 都靠一个坚持 坚持 苦逼的坚持 熬出来像个傻子一样坚持 当别人打击你的时候坚持 当别人放弃的时候 你坚持 当别人无法坚持下去的时候 你坚持 这三点可能看似是一个鸡汤 但是当你亲身经历了 或者像红盒一样 亲身的写了500多篇的原创文章 3200条的悟空问答的时候 1000条的原创短视频的时候 你就应该理解这三句话 是融入到一个人的血和骨髓当中的 这是一个人的基因决定了 能够做到才华 心态和坚持的人 他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他就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其实什么是才华呀 才华都是动态的 才华的背后 不都是每天自我的约束 自我的学习 自我的提升 自我的否定 自我的升级吗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每个人都要认真的思考 我今天所说的话 自媒体真的没有捷径 有捷径的不是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背景 我们是普通人 所以我们更要苦逼的熬 苦逼的坚持 我是红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影响相关的问题 针对于自媒体 没有什么捷径 千万不要护粉 也千万不要盲目的崇拜那些大粉 你们也可以的 谢谢